高贵分队于下午4点02分接获派遣柳成像2号工厂有人受困 分队共出动5车7人到达现场后 经了解有两人员工受困于如实煮巢内 一人已由厂方人员救出 一人被覆盖于潮体下方出口处 经分队抢救后由现场医生判读宣告死亡